修仙大佬捡了两个徒弟 妹妹是绝世添娇 而哥哥却是绝顶的废物 为了给废物一把绝世神兵 师父就扛了一口棺材给他 墨鱼 磁奶棺材 滕磁奶大羹青铜器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上古铜材料 老大 你给我找棺材干嘛 你不是要答应送我一把刀吗 墨鱼啊 为事思考再三 决定让你亲手用这口棺材 打造出一把刀来 李明如抬手一挥 此间无数把巨大的磁心天权中天而降 好家伙 仿佛对成了一座小三 今后你每天上午就来为师这里 为师用灵火燃烧青铜器 然后你就用铁锤敲打着口棺材 让其一点点的压缩 最后变成一口密度极大的大根青铜刀 什么嘛 我还真以为 老大你给我找了把能砍修仙者的刀呢 让你自己住的刀 掌握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 一旦打造出来 便可直接达到人刀合一的境界 那 那这玩意 打造成刀以后 可以砍死修仙者吗 自然是可以 这口棺材压缩成一把刀后 至少还有七八十万斤重 当你全力挥击出去 其本身的重量加上你挥斩的速度 所产生的破坏力 估计杰丹修士的灵气护体都抗不住 这玩意儿上百万斤重 我这也扛不动啊 放心 为师会赐你一次杰丹进妖兽的受血 哦 那老大 这玩意很罕见吗 那是自然 大根青铜器虽是繁物 但却非常稀少 形成条件苛刻 你屁股下面这口已经是为师生平所见过最大的了 那对方为何会把这玩意儿给你啊 这主要归功于你失踪我的人品 那个杀老鬼比较养木为师 所以一听为师再寻刻一伤到修仙者的凡人 便立刻献上自己准备用来做棺材的材料 老大 你也太厉害了吧 居然连自己的棺材都肯给你 老大你以前一定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 那可不 为师当年可是名动整个神州之人 在正道宗门的年轻一辈中 无论是气质 修为还是外貌 那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就这样 一老一上就这么坐在棺材上哈哈大笑 跟两个二傻子一样 牧鱼 每一次挥锤都要使出全身的气力 不要留手 通过这种反正来锻炼你的肌肉 锤打你的刀 具象是一声接着一声 铁锤的钢筋铁饼都因撞击而变得弯绝 但青铜器却依旧纹色不高 妈的 这小家伙真是越看越顺眼 外貌也跟自己年轻时候的帅气有一拼 将来说不定真能继承自己神州第一艘 不对 是神州第一帅的称号 真累啊 老大的修行方法真是越来越变态了 不过要是每天都按照这种程度苦练下去 到时候自己年纪轻轻就天下无敌 那自己岂不是没有奋斗的目标了 强者的烦恼啊 真是伤脑筋 就这样爱墨鱼不知自己垂了多久 迟到某一天李明如告诉了他十岁了 墨鱼你今年十岁按照红尘说法是需要给你摆个宴席的 你觉得如何 我不记得我的生辰怎么摆宴席啊 这个简单 你和妹妹来到鹅梅的那一天起 就算是你们的生辰 好啊好 我这就去写情帖 邀请自己的好友来参加自己的十岁大寿 十岁大寿 这怎么听着那么怪异呢 当天下午 鹅梅上下的爱墨鱼童一批的小弟子们都收到了情节 除了鱼除丑 师爪 我们帮主今晚要过十岁大寿 我晚上晚一点回来哈 你都十三岁了 还甜甜跟那墨鱼那笑皮还玩 你休不休 师爪 鱼哥就过我的命的 两年前大约那次 要不是鱼哥力挽狂澜 你可能都看不见我了 别玩的台湾 谢谢师尊 师尊 我最近新炼制了一枚丹药 此丹药只要一年岁 方圆石里的所有结丹精以下修饰的皮肤 都会三天起养男人 必须什么都不穿才不养 现在我要去参加帮主的十岁大寿 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师尊别急 我这里还有一枚丹药 只要一年岁 咱们要远的所有女弟子 都会提前来约事 配合光屁股弹药效果极佳 你也不想看到鱼楚楚他们 一边光屁股跑 一边到处吃血吧 汉青啊 为师一直是很尊重你和爱摩鱼 那小鬼玩耍的 快去吧 记得替为师向他问好 哈哈 谢谢师尊 师尊最名是你了 爱摩鱼这小词太逗了 不过字写的倒是有些进步 东方蛋白剑帮主 助帮主服务东海 寿笔南山 哈哈哈哈 好 来人呐 赏 鱼哥 鱼哥 这是我刚制成的一枚丹药 我送给你住手 汤圆啊 这枚丹药有什么用 回鱼哥 这枚丹药吃下去 可让人便秘一年 这样鱼哥 您就可以节省下如此的时间 安心修行啦 哈哈哈哈 好 来人呐 给我打 往死里打 这有你的 十岁大寿 你怕是要笑死我 你带礼物了吗 没带啊 我们零件已卖只有零件 你又用不了 我怎么给你礼物 哈哈哈哈 好 来人呐 为成公子吃香 生成过后的日子 依旧是没有什么变化 日复一日的苦修 时间又过去了三年之久 就是这样的女人 还有妈妈 我刚才好 只是太白了 我都被冒出了